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往前技术 击球前的步伐和准备姿态基本相同 在回击正手往前球时 我们采用正手去上往步伐 最后一步我们采用弓箭步 双臂自然打开 手臂自然伸直 当回击反手往前球时 我们采用反手往前上往步伐 最后一步也是采用弓箭步 手臂自然伸直 放网技术 当来球距球网较远时 我们把球回击到对方往前的技术 叫放网 放网的目的是 使球过网以后迅速贴网下落 不给对方拿到往前高点击球的机会 在右场区 叫正手位放网 在左场区 是反手位放网 正手位往前放网 要点是手腕打开 掌心向前 拍面自然形成向前的切面 击球时手腕锁住 靠我们上网的惯性冲力 用小臂向前推送 击球后 手臂没有明显的随前动作 拍面的角度和推送的力度 决定了我们出球的质量 反手位往前放网 采用之前学的第一种反手握拍法 大拇指顶住内侧宽面 用斜拍面击球 也是靠小臂的力量向前推送 注意拍面的角度和力度 搓球 搓球是可以让羽毛球发生旋转翻滚的技术 使对手在击球时难以对准球头 因而极具攻击性 搓球的击球点离球网较近 是比较难掌握的技术之一 力量轻了容易下网失误 力量过大 过网以后球容易过高 也会给自己下一拍造成被动 搓球技术也分为正手搓球和反手搓球 正反手搓球都有斩搓和收搓两种 初学者建议先学习容易掌握的斩搓技术 正手斩搓与放网的区别是机球点和拍面的角度不一样 斩搓的技术要点是把机球点抢高 球拍的机球轨迹是由后向前 由内向外 靠手腕的外展 推送和手指的碾动发力 机球动作要小 反手斩搓机球前的准备姿态与反手放网接近 要点是把机球点抢高 手臂自然伸直 使用之前所学过的第二种反手握拍法 吊碗 用小臂力量向斜前上方推送 机球瞬间 拇指和食指外旋碾动发力 注意控制好拍面角度和机球的力度 正反手收搓技术难度比较高 上网步伐和准备姿态与斩搓相同 只是机球时轨迹相反 斩搓是从下到上 从内到外 而收搓是从上到下 从外到内 同时注意调整好角度和力度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 搓球时力量不需要太大 要柔和一些 勾球是对角线技术 可以迫使对方转体 达到破坏对方速度和节奏的目的 这一部分受到取消机 在通知目前为了 按下 那是出事 人们的听党 都不应该 正手勾球准备姿态 与正手搓球接近 手臂自然向斜上方伸直 正手握拍 击球时小臂向内收拉 手腕内旋 拇指和食指碾动发力 在使用勾球技术时 我们要根据击球时球距球网的距离 来调整拍面的角度和方向 球距球网远时拍面角度大 球距球网近时拍面角度小 如果球在我们的身体正前方 我们要采用拨球 因为角度小 此时我们如果用勾球技术 就容易下网失误 反手勾球准备姿态 与反手搓球接近 击球时小臂回拉 手腕外旋 拇指和食指碾动发力 注意控制好我们拍面的角度 勾球我们经常出现的问题有 只用手腕 没有用到手指的碾动发力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动作太大 也会导致我们失误 一定要控制 同学们 接下来我来演示一个人扔球 一个人练习的方法 我们要注意 搓球和放网扔球时 尽量要贴近于球网上演 模拟实战中的回挫回放和勾球 感谢观看